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 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北京新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蔡軒你好 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張妍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來看賴清德誇蔡英文 他說蔡英文的建樹 永目共睹 他說他會在這個基礎上面 繼續來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繼續推動縮小 比方像是公司力的學費差距 還有針對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的額外補助 可是今天同樣的在新聞上頭 大家也看到了 主記長朱澤民講了一番話 說我們的貧富差距是10年的新高 政府的責任很大 吃了誠實豆沙包 因為這10年新高裡面 8年是蔡英文 哇 那你還說什麼要縮短這些 什麼公司力學費差距 中低收入戶的一些什麼補助 看起來不好嘛 你還要從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來推動 恐怕這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另外因為選舉快到 大家在關注 中選會這時候跳出來 他說現在有境外勢力在介入 所以中選會現在正在演練 就是說首度模擬 這種遇到恐嚇的情況 就是在開票的時候 如果遇到恐嚇的情況 應該要怎麼辦呢 已經開始在假想 或是放出一些這種訊息 其實中選會的不中立 一直以來都有耳聞 比方說去年李靖勇 還可以出席蔡適應的活動 你是去站台的嗎 中選會你當然要中立一點 還有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在講說 為什麼確診者不能投票 是不是有別的方法 其他國家也都可以投票 他就說這是依法行政 來保護這個投票權的人 那時候就被人家詬病 因為就是疫情那個時候 大家對於民進黨的執政 很不滿嘛 你怎麼只讓我們打高端 你怎麼把疫情搞成這個樣子 一團糟 所以確診的人當然特別有感 所以當時就被人家質疑說 你是不是刻意不讓確診的人 去投票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 再來我們看連國安人士 都跳出來說 現在真的時候有境外勢力 在做一些認知作戰 比方說我們節目不是有講到 這個黑色戰旗嗎 他說中國大陸的媒體 這是在認知作戰 這黑色的戰旗呢 他們誤導大家 他說把這種哀悼受難的黑色戰旗 講成開戰的戰旗 這很可能是認知作戰 那其實旗子有沒有升起來 有啊 這伊朗黑色旗子就是升起來啊 那只是說有些 對於他們來說是哀悼 有些認為說這是一種 長遠來說的一種復仇的之意 那其實事實上就有存在這個東西 也不懂他們到底覺得這個認知作戰在哪裡 就只是說伊朗升了這樣的一個旗 大家的解讀可能不同 就變成一種認知作戰了 所以你看看喔 現在真的是悲公捨影喔 或者是說看到影子就開槍喔 已經處處都充滿著他們口中所說的 喔有人在介入選舉 那我們來看看真正想要介入選舉的會是誰呢 美國現在喔一直在示警說 北京不要攻擊這個什麼菲律賓船隻喔 不然要觸發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他說警告中國不要對菲律賓進行違法跟危險的行為 那中國對於美國的盟友有任何的攻擊行動 都會觸犯掉這個華盛頓與馬尼拉的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那菲律賓的防長也講說 會現在會加強這個南海這邊的多邊行動 包含了自由航行巡邏 所以呢希望更多國家可以參與 加入我們的抗爭行動 那我們看看 美國的前官員喔 這個國防部的前官員薛瑞福 他提到了 他說現在喔 這個尾巴衝突喔 連中國大陸都在緊盯 那緊盯的背後是什麼呢 是要看看喔 有沒有什麼任何可以利用尾巴衝突的機會 來增添自身的外交的優勢喔 所以美國也會在印太這邊部署資源配置 那可能也會影響到接下來 是不是會有一些什麼配置上面的變動 中國就是好像緊盯這樣子的機會啊 就要開始釋放這種言論喔 那反倒是美國動作挺大 在太平洋八島國這邊來打造海底電纜喔 就是像是什麼 巴牛啊 馬少爾群島啊 所羅門啊 現在開始說要加強網路安全韌性喔 所以要這樣子用Google來為這八個島國來打造海底的電纜 那再來我們看到 日本這邊有一些這種軍事上動作喔 就說為了要防止台海的衝突 他們的衝繩部隊 將由旅團升格為師團喔 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在這個釣魚台海域附近喔 活動常態化 所以呢 沖繩變成了一個跟中方對峙的最前線 所以他們就要趕快就是變成升格為師團 這樣子的一個規模規格 那西方繼續在製造這個中國威脅論 五角大廈講到 他說現在解放軍喔 新型的飛彈核潛艦已經下水了喔 在過去18個月 看到中國的造船廠有一些改裝的潛艦 像是093B型的這個導引飛彈潛艦 這給予中國呢 解放軍海陸攻擊能力 追趕曾是屬於美國和俄羅斯潛艇的投射能力喔 也就是說喔感覺上面軍力大增 那另外看到了中國大陸他們的這個新潛艇的高度隱身 那這個有望在2030年096型的這個彈道導彈的潛艇喔 也會投入使用 那他說這是得利於俄羅斯有幫助他喔 所以在這個靜音的設備取得了非常多的突破 那預計呢 新一代的潛艦這高超這個超高隱身的技術 將會對於美國還有一些盟友的追蹤喔 都會構成一些挑戰 那但是現在的確中國大陸他們造舰的能力喔 非常的強 已經變成多達美國的232倍喔 美國現在還忙著在找船物喔 這截至2022年 現在中國大陸喔 已經有超過370艘水面艦跟潛艇 那冷戰以來喔 其實美國的速度是一直不斷在趨緩 甚至很多的干物設施喔 狀況都已經很差 還必須得要超過了使用的年限 還繼續在使用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正元哥 賴清德要誇讚蔡英文的建術 我百分之百同意 蔡英文真的有很多的建術 只是賴清德誇讚的對象不對 他應該誇讚蔡英文 好厲害喔 搞了一個高端疫苗公司 讓我們台灣的疫苗產業 有個新的發展的契機 搞了很多的光電產業 讓我們台南成為光電的家鄉 讓我們台灣海岸線 充滿了所有的風電的設備 每一支風電錢不夠 還要準備8000億給他 這麼有魄力 要拿8000億給風電廠商去融資 這個通通是蔡英文的建術 賴清德怎麼這種正面的光輝的 了不起的建術你不講 你講這什麼東西 什麼縮小公私利 學費 查局 那個是小兒科 那個行政院長就可以做了 那談不上總統的工作 而且更重要就是說 蔡英文更加厲害 能夠邀請到佩洛西來台灣訪問 而且能夠在美國見了麥卡錫 然後使得解放軍有口食 有機會 有理由 跨越海峽中線 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功德 為什麼賴清德不讚美 我搞不清楚 這個才是上了新聞版面的 其他他講的那時候 針對中低收入戶的額外的補助 然後朱澤民主機長 就公開打你槍 你越搞評論差距越大 你怎麼弄的 你說要期待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維持中立 會不會太搞笑了一點 這種人就不是你會期待的 用這個人就是民進黨用來做保鏢 來給國民黨東卡一下 什麼四大公投 國民黨當時推動四大公投 他在這裡跟你卡一下 那裡跟你卡一下 反正所有能卡他都能卡 只要對民進黨有利 他無所不卡 這個忠心耿耿 黑色戰旗其實怎麼會是中美先講的 黑色戰旗最早講的是誰 New York Times 第一個時間 我早上一看到就是 我訂電子版 隨時傳給我 一看 我覺得很怪很怪 後來伊朗有出來否認 我不曉得我們的國安人士 是不是國安局長蔡明彥是不是 你水平怎麼這麼差 難道你應該英文不錯 看不懂紐約時報怎麼報導 中國大陸的媒體還落後於 紐約時報的報導 這個東西跟我們沒有關係 如果國安人士這種水平 我們台灣不會有國安 美國說北京不要攻擊 菲律賓的船隻 美國要先講清楚 到底忍耐礁是誰的領土 先講清楚 忍耐礁在中間 左邊有個美濟礁 是中國的領土 右邊有個先兵礁 是中國的領土 是你菲律賓趁著颱風夜 偷偷摸摸拖了一下 破船在那邊放著 表示你要佔領 請問一下 中國可不可以拖一個破船 就放在那個什麼 最近夏威夷剛剛燒掉那個島 表示這是我中國的領土 可以這樣做嗎 你如果美國不說忍耐礁 是菲律賓的領土 你憑什麼事 啟動所謂免費共同防疫條約 說不客氣一點 在南海的話 中國越來越不怕你美國了 所以這個 拜登是為了選舉叫囂 不用去理他 對於這個 美澳協議要砸6500萬 幫這八個島國 去蓋海底電纜 找Google來施工 早就該做了 你把島國 以前是交給澳大利亞去管 這是你的轄區 因為這些島國以前都是 二支大戰美軍的佔領地 所以你有義務 你有責任去發展它 結果你現在怎麼樣 把它晾在那邊 等到中國要進來的時候 你害怕被中國中間搶親 你趕快去給嫁妝給聘金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這不是什麼壞事 大家互相競爭 這個西方說中國威脅 在西方任何人有比較強大起來 以前日本他會覺得日本威脅 中國起來他也覺得中國威脅 這個不是什麼新消息 但是我對解放軍是很有意見的 他現在才開始把核潛艦 戰略核潛艇也好 攻擊核潛艇也好 解放軍在這畫面的數量 是遠疏於美國 這是不對的 不管是噸位排水量都疏於美國 這是不對的 而且核子武器的數量 現在才500顆 雖然是2035年到1000顆 加油 好 來請教楊老師 談到貧富差距 各位 40年前 我們就在講台灣的貧富差距 多麼的就是說 平均並沒有太過於太大的差異 一直到現在為止 其實那個比例差別並不大 以前我們說4倍 現在說6.15倍 重點來了 這個 是前面的20%的收入 跟底下的20%的收入 精細核系 你還用上面的20%跟下面20% 對不起 下面的50%都沒差別了啦 其實台灣最有錢 現在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就是那個上面的10% 5% 1% 佔據的絕大部分的財富 你還用20% 20%來比 然後事實上 也已經是過去這10年 不斷的在惡化 另外一個數字 你知道日本 昨天 IMF公布 日本即將會 從第三大經濟體 調到第四大 因為德國今年會超越 而日本的人均GDP 今年是33000塊美金 你知道台灣去年 2022年是多少 人均GDP 32000塊 我們有跟日本這麼接近嗎 沒有 那是怎麼回事 其實也許這20年 我們的科技產業 半導機產業真的賺很大 他們的獲利很高 而日本這方面很弱 還是他們傳統的製造業 然後他們人口基數比較大 所以平均下來 也許有這樣子一個數字的 這麼接近 但是你知我知 台灣人都知 我們現在台灣的整個 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以下 的這些基層老百姓 很辛苦 你拿底下20%跟上面20%在比 全部都在那個主要的10% 甚至5%還是1%的這些人 對不對 民進黨你那些金主就是這些人 所以這一些的這個比較 大家要真的看清楚 也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經濟 被這些數字的魔術數字 被你這個你給搞混了 至於在這個菲律賓的 就是說人愛礁這個部分 各位其實你把那個圖 找出來看 它那個小船很清楚 它在接近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 接近的時候 它那個水流已經跟那個 中國大陸海警船很接近的時候 它其實比較靈活 它應該可以左轉 它站在左邊 結果它是極向右轉 它撞上來的 根本就是不是碰撞 是碰磁 那個圖都好清楚 然後呢 8點鐘的時候 發提這樣的一個小碰磁 沒什麼 因為也沒造成任何的損傷 不管是大的船還是小的船 所以8點鐘的時候 菲律賓的海警船 再碰一下 中國大陸的這個 就是這個鐵殼船 連續兩次 那這種操作 其實馬上美國的 駐菲律賓大使就是說 我們跟菲律賓在一起 譴責中國 我就覺得 根本都是跟美國報告過 或者是講好 然後美國 你看果然 拜登就這樣子講話 一個就是島嶼衝突 尤其它是這個跟漁船 或者是說補給 的這個問題 停留 現在這個衝突的這個階層 並不是很高 你一下子把它無限上綱 變成說 我要跟菲律賓共同行使 共同防禦的這個條約 其實這就是在介入南海議題 至於說 日本的這個官方長官 這個松野薄一 各位你知道 他前幾天跑到九州去 去要看 就是在我們旁邊 那個石原島跟宇納國島 碰到台灣如果有事的時候 首先撤離上面的12萬人 台灣有事 日本先撤離 這才是正確的解讀 好 來請教將軍 對 賴清德誇 蔡英文的見述 我認為這個是字步其短 而且現在貧富差距那麼大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市井小民 深斗小民過了什麼日子 貧富差跡逐漸大 我們看了這七年多的經濟的成長 我們是最差的 我們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七年前的國民所得 是8016塊美元 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 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 已經增加到12741塊 整整成長了60% 大家會說 因為中國大陸它基底比較低 上升的空間比較大 好 那我們先來看新加坡 新加坡在七年前的時候 它的國民所得是 55684塊錢美元 新加坡 新加坡在去年2022年的 它的國民所得是 82808塊美元 整整新加坡成長了50% 你看新加坡 它從5萬多塊拼到一片 8萬多塊美金 我們台灣從22000多塊美元 漲到去年的2022年的 32000多塊美元 成長了40% 新加坡成長了50% 中國大陸成長了60% 這個三地都是華人 新加坡有百分 將近80%是華人 這很清楚的 而且它所得那麼高 5萬多漲到8萬多塊去 你看我們台灣是最差 我們也輸中共 也輸過新加坡 我們台灣是墊底 是第三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倒是認為 很多事情要報喜不報 選擇性的報道 講自己好的 自己擦的就不來報 這個有點何不是肉迷 就是豬門酒肉臭 路有動絲骨 就是好像以前這個狀況又產生了 我認為應該多多為這個基層的老百姓 這些市井小民 深斗小民的生活 去為他們去設想 為什麼我們在2022年 我們的少子化創最低的紀錄 因為年輕人生活很苦 他自己都照顧不開 怎麼生孩子 最重要就是說 生育率決定 決定人民生活的好還不好 人民生活不好 他不會生孩子 因為他自己都養不起 怎麼去養孩子 所以我們看生育率創最低 好 那我們現在看了國軍 我把這個時間縮短看國軍 國軍也是一樣狀況 這些狀況也是不斷的 邊線比創所有紀錄最低 15萬5000人 怎麼打仗 國軍邊線比那麼低 你遭不到退場機制破紀錄 退場機制的話 這個去年4000多人 今年可能要破5000人 不幹 走了 不告 打報告走了 變成退場機制都走了 沒有人來當兵 這個自願意義 遭不到人 退場都跑掉了 仗還沒打 人先跑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他認為 還有軍紀事件 掉槍 掉彈 甚至刺身飛彈的發射筒 都掉了 軍紀 共諜案太多了 我認為要這個 只會報喜不報憂 還有外交也是一樣 創這個二十二國家 斷交主的國家 斷交 創世界紀錄斷交 斷交41% 因為二十二個斷交9個 就是41% 斷交 創斷交的世界紀錄 空前絕後 可能不會有這個國家 斷交率是那麼高的 這是斷交的40% 我認為不要報喜不報憂 誠實面對 才是物本之道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來 世界紀錄斗交